广西工人挖出两具巨型石棺 三重棺果层层相扣 棺中各自藏有北斗七星图案 其中一具巨棺里更是出现了神秘 龙虚 专家们想将巨棺运走 没想到三吨重的吊车都被掀翻了 棺中却开始向外渗出黑色不明液体 而在棺材周围还发现了一枚铜质的瑞士手表 只有戒指般大小 让专家直呼 这块手表穿越了 那么这两具巨型石棺究竟有什么来头 棺中安眠的墓主人又是谁呢 2008年10月的一天下午 广西房城港上司县广源村外的一处工地上 工人们在施工时 无意中在断崖土坡上挖到了一块奇怪的大石头 工人们起先没当一回事 绕过巨石继续施工 没想到这块巨石越挖越大 它的形状渐渐显露出来 竟是硅整的长方体 工人们都觉得巨石看着很像棺材 不敢随意上前 谁知 这具石棺居然自己从断崖上滚了下来 依旧完好无损 工人们吓坏了 连忙打电话报警 随后考古专家也赶到了现场 首先关注的却是当地的环境 专家们觉得 这附近有山有水 景色秀美 似乎风水绝佳 很符合古代贵族们的目的选址要求 而当他们见到巨型石棺后 大吃一惊 这具石棺长约2.5米 宽约1.1米 高度在1.4米左右 体积巨大 上面分布着明显的人工雕琢后的痕迹 专家们一眼就看出这具石棺年岁不小了 在古代 想要制作如此巨大的石棺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家境一般的人家是承担不起 而能使用这种巨型石棺的人家 肯定也会精心准备墓室和陪葬品 于是专家们便仔细勘察了挖出石棺的土坡 在泥土中找到了散落的青色砖块 原本的墓室规模应该不小 而且不可能只有一具棺材 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发掘 专家们果真在土坡附近找到了第二具巨型石棺 专家们给两具石棺编了好 滚下土坡的那具石棺是一号棺 另一口就是二号棺 二号棺的个头要稍小一些 但长度也有2.4米 值得一提的是 专家们还在棺材附近找到了一只奇怪的童子 瑞士手表只有戒指般大小 让专家们直呼 这块手表穿越了 在他们百思不得其解释 从上司县门馆局赶来了一位老专家 他摸着石棺的表面 很肯定这两具石棺 石棺用的是古代水泥三河土 所谓的三河土 根据明代古籍《天宫开悟》中的记载 是用石灰石、河沙和黄土混合后 制成的高强度粘土 除了这三样 在制作时还要加入糯米、蛋清等材料 据说南京城墙就是用三河土制成的 想要将这两具巨型石棺全部涂抹一遍 就需要大量的三河土 这就进一步说明石棺中的墓主人身份绝对不简单 在开关前 专家们准备先将棺材运走 因为过于沉重 他们拜托施工队找来了吊车 没想到的是 足有三吨重的吊车 在将一号棺吊起时 差点就要被掀翻过去 可想而知 这两具石棺能有多重 而当专家们好不容易将石棺运到门关锁 在将石棺放到地面时 却发现一号棺下方正在向外伸出大量的黑色不明液体 伸出液体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细细的裂缝 想来是一号棺从土坡掉下时摔出来的 这些液体没有味道 也不粘稠 专家们一时无从分辨这究竟是什么 难道说这些液体就是古人用的防腐剂 棺中的墓主人仍浸泡在其中吗 事不宜迟 专家们立刻着手开棺 而他们此时还不清楚 棺中将会出现的一幕 将会震撼整个考古界 广西挖出两具神秘的巨型石棺 还出土了一块疑似穿越的青铜 手表 专家们想将巨棺运走 结果三吨重的吊车都被掀翻了 棺中却开始向外渗出黑色不明液体 专家们怀疑这是里面的防腐液 决定立刻着手开棺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由于石棺表面三合土的保护作用 开棺变得十分困难 而这也让了解广西一带藏俗的考古专家们 非常惊讶 要知道 上司县广原村这一带 过去就生活着大量的壮族同胞 他们的丧葬习俗与汉人并不相同 是二次葬 所谓的二次葬 简单来说就是埋葬两次 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丧葬风俗 当地人离世后 他的家人会将其埋入地下 过上三五年之后 再将其遗骨挖出 装入特制的瓦罐当中 进行第二次下葬 一般来说 壮族同胞认为第二次下葬 才是真正的入土为安 所以会更加重视第二次下葬式的仪式 既然要进行第二次 那么第一次下葬式 人们不会准备太过结实的棺果 而上司县挖出来的这两具石棺 都异常结实 专家们不得不动用了钻机打孔 这才顺利将其打开 这就说明 埋葬这两具石棺的人 并没有打算进行 二次葬 这一点在当地简直算得上是 离经叛道 难道说 两位牧主人并非当地的壮族人吗 考古专家们试图从出土石棺的土坡中寻找答案 但是找来找去 别说是 记载了牧主人姓名生平的碑文 就是带着文字的瓦片也没见着 有专家提出 会不会是有当地人盗绝了古墓 并进行了毁尸灭迹呢 这个说法收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因为这与当地的壮族同胞坚持的风俗习惯相违背 他们绝不会轻易破坏人家的祖坟 更大的可能性是 牧主人在下葬时 他们的遗愿或者他的家人 根本不希望他们的棺果和遗骸会被人发现 所以不仅将石棺做得格外结实 并深埋到地下 连记载姓名生平的牧志明都没有留下 而就在专家们走访调查时还有了意外收获 原来十多年前 曾有一位农民在石棺出土地干活时 不慎丢过一块绣针手表 专家不由怀疑 这就是那块青铜 手表来处 专家们先打开的十一号棺 一股香气扑鼻而来 大家这才发现 石棺中是一具香章木棺材 而将香章木棺材打开后 专家们又看到了一口黑色的棺材 这竟然是三重棺果组成的 但里面的牧主人遗骸已经腐朽严重 无从进行辨认 只能从头骨判断 这是一位女性 几乎不用开棺检测 专家们就能确定 二号棺中躺着的就是她的丈夫了 棺中陪葬品并不多 不过女性牧主人身上 穿着一件带有金粉的衣服 做工精致 十分华丽 而在她身下的底板上 打了七个孔 彼此之间用一条线相连 整体看起来竟是北斗七星的图案 居然是传说中的七星棺 这个发现让专家们集体震惊了 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另外一具棺材 果然也是三重棺果 底板带有北斗七星图 最让人惊奇的是 二号棺中竟然还有长着龙虚 广西挖出两具神秘的巨型石棺 均由三重棺果组成 内有北斗七星图 其中二号棺中竟然还长着龙虚 出现龙虚的地方 位于二号棺的棺杆上 当地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说是龙虚的形成 跟死者的家属密切相关 只有当家属真情实感的痛哭 死者的灵魂深受感动 让遗留的肉身口吐鲜血 见落到棺中就会出现 龙虚 当地人认为 这是大忌的象征 但是专家们看到后 却愁眉苦脸 他们解释说 龙虚其实是一种真君 一旦出现 就说明棺材的密封性做得不好 果然 二号棺最里层的那口黑棺上 已经遍布 龙虚十分壮观 虽然知道这并非有意为之 专家们还是免不了 为此感到惊奇 而棺中的男性墓主人 遗骸腐朽更加严重 连衣服都没保存下来 但专家们还是有了惊人的发现 棺中墓主人的遗骸身上 分布着七枚铜钳 放在不同的身体部位 组成了一幅北斗七星土 专家们为何会这样震惊呢 这是因为 像这样的七星观 在道教文化中 主要有两个用途 一个是镇压邪魅 另一个就是皇家丧葬 专家们主要在意的就是 第二个用途 典型的代表是明朝的皇陵 已知的明代墓葬中 只有皇家陵墓中 才能见到北斗七星 比如朱元璋的名校陵主建筑 就是按照北斗七星的样式分布的 而被郭沫若挖开的明定陵中 万历皇帝安寝的姿势 也是北斗七星 因此 就有专家推断 所有的明代皇帝下葬时 可能都是以某种 北斗七星的方式进行的 以此推断 上司县石棺的主人 很可能也是一位明代皇室成员 专家们选取样本进行了鉴定 确认石棺的确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 而且跟建文帝神秘失踪的时间比较接近 相传当年建文帝在朱棣翻盘围攻后 失去了皇位 也就此去向不知 不光是他的叔叔 后世的诸多历史学家 也都在努力地寻找他的踪迹 而在发现石棺的上司县广原村附近 还有个名叫官皇屯的地方 官同音 官 那 官皇屯 翻译过来不就是皇帝棺材所在的地方 妈 除了官皇屯 当地还有个名叫驱皇屯 相传曾有一位落魄皇帝 在这里的水渠边垂掉 因而得名 因此 专家们便做出判断 上司县发现的两具巨型石棺 就是建文帝夫妇 他们当年逃难到上司广原一带 并在这里默默终老 他和他的后代都深知 朱棣还在寻找他 为了不暴露行踪 后代们便没有为其设立任何墓碑 并深深埋葬了他们夫妇二人的石棺 只不过 这种说法并没有说服所有的专家学者 还有一部分人表示反对 认为证据并不充分 无独有偶 在2021年8月份 在距离两具石棺出土地六公里远的上司县高家村一带 又挖出一具三合土石棺 同样有着北斗七星的布局 而且棺中还有大量的陪葬品 这具石棺跟之前的两具石棺是否存在联系 又是否能证明建文帝埋葬于此 这就要看后续的考古研究成果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